黑衣黑褲连整张脸都包紧紧 行员还在端详 究竟是何方神圣 没想到下一秒 嫌犯就从包包里掏出一把 三十公分长的西瓜刀 不断挥舞 口中还念念有词 这时女行员早就吓得倒退好几步 趁戏按下警铃 验见大事不妙 嫌犯赶紧仓皇逃逸 大热天一身黑骑车实在太显眼 为了躲避原警察器 省心犯嫌还先回到土城住家 换装又换车 紧接着一路往南逃 过境宜兰到了新竹稍坐休息 七号再到桃园洗三温暖 隔了一天还回到基隆老家探视母亲 之后再到台北的三温暖躲藏 但万万没想到自己早被警方锁定 就是怕随时会被警方抓到 省心犯嫌家当不离生 力头装着的不只有犯案用的西瓜刀 还有一把自称防身用的玩具枪 省心犯嫌他之前是职业军人 是海军少校退役 跟他妈妈有家产的问题 事情闹大 让他妈妈知道他的心情 少校退役 当没几年保全就离职 老本花光了 竟然就懂歪脑筋去抢银行 落得浪败下场 真的值得吗 记者刘世伟孙环SNG小组 新北市报道